实际是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 因此会说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个神的儿女 一个天国的子民 他一定会经验到位义受冰火 没有可能一个在天国里面 在基督里面的人 他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 因为凡利子在基督耶稣里面 尽情度日的都要受冰火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而且也是不需要去避免的 而为义受逼迫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为耶稣受逼迫 就是为耶稣被人家辱骂 逼迫 毁谤 更多的逼迫是一种 在人际关系上面所受到的羞辱 委屈包括被人家看不起 还是等等 都是在受逼迫 也就十一节 十一节所提到的 我们来念一下十一跟十二节 请 您若因我入汉门 避过你们 您和我都要害怕 回到你们 你们就有福乐 平安欢喜快乐 因为您在天上的尝试是大了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在我们的大环境里面 难免不受逼迫 正如在许多公司里面 都会有报假账拿回扣的事情 如果你不要 你就试试看 不肯这样做的人 就成了挡人才入的人 我记得我的弟弟 有一个警察的同学 就是他们从国中开中 就是国中同学 后来这个人做了警察 结果他在警察局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了 他们那一所的人 都有拿红包 然后他觉得拿红包是不当的 是不疑的 结果不是他被害 是另外一个跟他 有一样态度 一样想法的人 就被人家控告他贪污 就被人家控告他贪污 所以他就吓到了 原来不拿钱的人 反而怎么样 被入监狱 所以不肯这样做的人 就等于挡人才悟 这样的人就会被别人恨悟 然后这样的人 一般人也不会喜欢你 对耶稣而言 能够把罪当罪 为罪而忧伤的是可爱的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要考数学 然后因为数学真的很难 所以我就带头 跟所有同学们说 我们跟老师说 他没有说今天要考数学好不好 结果同学都赞成我的意见 然后大家都说好 如果老师来说拿出 把课本收起来 要考试的时候 我们就说老师 你没有讲今天要考试 结果呢 我们就全部 全班同学都讲好了 然后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老师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跟老师说 老师今天没有要考试 他说我没有讲啊 我们说对 结果我们班上 有一个个子 小小的 我都还记得他的名字 叫做不到现在 他就举手 他竟然举手 就说老师 他们都是骗你的 你有说要考试 然后我是带头的人 那你就知道 我的结果不是太乐观的 所以对大部分的人而言 这样子举手的人是怎么样 是可恶的 你知道吗 后来举手的人 在我们的班上就被排挤 但是我们那年代没有霸凌 但是他就真的被排挤 对于弟子 同学们来讲 他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 是众人 除去而快支的人 也就是基督徒 为什么会受逼迫的原因 因为你不跟着大家走 那我不晓得 我那个同学是不是基督徒 因为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我们知道 基督徒在社会上就是这样 当你要独树一致的时候 你就要受人的讨厌跟逼迫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 受逼迫的人是什么 是有福的 虽然被别人讨厌 但是我们确实有福的 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道理 好像我们知道 像我们古代的人 什么关公 月飞 文天祥 这些人 他们死了 让人一直纪念到现在 但是也没有人觉得他们有福 可是为什么 为义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其实重点讲的就是 我们不像文天祥 不像月飞 他是为国家 为国家 为人民受逼迫 我们是为什么 我们是为福音受逼迫 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 有福了 指的是福音 为了耶稣受福 是有福的 我们看没有信耶稣的也会受苦 可是他们只有受苦 却没有福气 可是信耶稣的人呢 我们受苦 却有福气 而且越是纯粹的为耶稣受苦 越是纯粹的能够享受到那个福气 因为那个福气非常的大 大到呢 足以让我们在苦难当中 好像没有受苦一样 别人看起来是苦 可是你自己却知道 却感到是福 这是一个非常吊诡 非常矛盾的 是一个很奇怪 很奇妙的现象 这个就是受苦的福气 而这个耶稣要给我们的福是什么 是天国的福气 因为天国是为一收逼迫的人 他们能够拥有的 这个赏赐很大吧 上去纪念他们所输出的一切 虽然这些受苦的人不像岳飞 像文天祥那样子 他们冤死了 只漏得一身亲民 或者是几个十项 那上帝的赏赐是整个天国 为一收逼迫的人 上帝给你的是整个天国 上帝必经验 必恩待 这个就是最大的福 基督徒我们要过一个蒙福的人生 八福就是我们蒙福人生的一个路径 整个八福所讲的就是天国的福气 在第一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这样说到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到了第八福 主耶稣又再次重复一次 哀痛的人 为一收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你可以看见 耶稣在第一个所提到的福 跟最后一个所提到的福 都告诉人 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意思表示 从第一个到第八个 整体来讲 好像把它夸补起来一样 他们在讲的是天国的福气 只是耶稣用了不同的文字语言来描述而已 并且也可以说 耶稣要表达的只有一颗福气 而这个福气有八个方向 而单单这一个天国的福气 而单单这个天国的福气里面 就是丰丰富富的 任何的道理 都是知意行难 耶稣的教训也是这样子 然而一旦我们听到 并且乐意又积极地去行道 深信会为我们的人生 带来蒙福的一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角色是 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主要当我们在人群当中的时候 主要我们有一个使命 是我们要在人的当中 来见证我们的信仰 是又真又无的信仰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要让我们在熟读神话语的时候 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 是要让我们得着这天国的好处 叫我们一生成为一个蒙死的人生 而得着这个好处的路径 主要就是要成为虚心的 要成为温柔的 要成为哀痛的 主要要成为为意受逼迫的 主要要成为各式各样 在这八福当中所提到的 为着是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榜样 那样的生命 好反映我们上帝的形象 主要我们求你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他们愿意听道并且行道的时候 神啊你就让他们享受这天国莫大的福气 好让我们真知道 主要我们的蒙福 主要绝对不在你之外 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